晚上六點多 速食店外的馬路上 轎車衝撞休旅車 轎車一路滑行 衝向中央分隔島 而休旅車則當場 撞上速食店的立牌 還撥緊兩部機車 一部自行車 轎車一對夫妻送醫 太太坐在單架上 手中還抱著嬰兒 嬰兒被嚇到嚎嚎大哭 還好嬰兒沒有受傷 事發在九日晚間六點多 地點在彰化花壇中山路上 有民眾募集這件車禍 警方調查追撞原因其實是 車內有幼兒在哭 所以一時分心 不小心追撞到前車 剛滿月的小嬰兒坐車哭鬧 讓三十八歲的父母乱了手腳 一時分心撞上前車 還好兩台車共四個人 都沒有大礙 記者程社委 徐玉文 王世函 彰化採訪報導 早上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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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